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继续为您解读俄乌战争局势 先来看一下战场方面 在阿弗蒂布卡,俄军昨天发动数次进攻 均被乌克兰军队打退了 在巴姆特战线,俄军向伊万尼弗斯克只推进了50米 库布扬斯克克里米纳,莱曼战线 乌军在克里米纳森林中近距离与俄军战斗 扎布扬斯战线,俄军在空军航空兵的支援下 继续努力攻击罗布泰尼以南和维尔伯维西北部的乌军防线 赫尔松战线,俄第三次组建的第810步兵旅再次覆灭 举估总参部战报统计 在过去24小时内,有780名俄军阵亡 累计阵亡43.997万人 昨天还发生一件很稀奇的事 俄防空部队成功击落了俄空军战机 据TJ和维谢格拉德24报道 俄罗斯防空部队使用部署在克曼的PS1防空导弹 成功将在塞瓦斯托贝尔上空飞行的俄空军苏35战斗轰炸机击落 自家的防空导弹系统把自家的战斗机给击落这件事 俄罗斯已经发生过几次了 我纳闷的是为啥俄罗斯还不吸取教训 已经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了 为啥还不吸取教训 还能够导致这种事情老是发生 我相信这不是第一期 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期 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发出了要跟北约开战的信号 随着F16战机进入了乌克兰的日子一天天临近 再加上英国培训的乌克兰首批飞行员成功毕业 俄总统近日表示 如果第三国机场允许F16攻击俄罗斯武装部队 这些机场将成为俄军的合法打击目标 他说如果认为俄罗斯不会与北约开战 这是一种错觉 如何理解他说的话 我认为俄罗斯很有可能跟北约开战 现在北约是铁定了要帮乌克兰 而俄罗斯要想打赢乌克兰 就不能不考虑北约这个因素 因此随着北约介入俄乌冲突的程度越来越深 俄罗斯到将来很有可能 跟北约的部队擦枪走火 从而爆发一场战争 真到了那个时候那就更激烈了 俄罗斯总统普京有跟北约对战的信息 他的王牌是间谍 昨天媒体爆料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北约一个中将 格鲁玛金斯基竟然是俄罗斯的间谍 这个中将是波兰人 管北约向乌克兰运输物资的 现在格鲁玛金斯基已经被免职并回国接受调查 看了之后感慨很多 怪不得俄罗斯总统普京那么自信 说到底是因为他有自己的情报来源 这场仗还真不能让北约跟俄罗斯打起来 最好的方式就是乌克兰靠自己的力量 然后靠北约的帮助打赢俄罗斯 因为北约被俄罗斯渗透的太厉害了 简直就没有秘密可言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乌克兰如果自己就能够把俄罗斯给干倒了 这样的话呀 外界就会非常的欣赏乌克兰 如果说一窝蜂的跟俄罗斯打 把俄罗斯打败了 那显不出乌克兰的本事 这就需要什么呀 这就需要援助了 目前有两个好消息 一个是捷克的100万发炮弹 将于近期送抵乌克兰 再一个好消息是 美国众议长约翰逊 开始主动的向乌克兰伸出了橄榄枝 3月28日 泽伦斯基应约与美国众议长约翰逊通了电话 一是表示感谢 二是介绍了战场的局势 三是请求众议院尽快的通过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法案 这是非常罕见的消息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能够跟美国众议长约翰逊直接通上电话 这里面一定有希望 为啥能直接通电话 以前的时候人家根本不大理 现在之所以能通电话 那就说明有戏了 之所以约翰逊能出现这样的改变 源自于他感受到了未知的压力 因为共和党内部有人想要把他弄下来 而当前能够救他的只有民主党 只要他通过了民主党希望通过的原无法案 那么他的位置就能保下来 而现在几乎在所有人的眼中 大家都认为该法案只要进行投票 就一定能通过 因为美国的主流民意就是如此 综艺长的位置之所以重要 是他不能单独的决定法案通过不通过 但他可以决定什么时候提交这个法案 这才是他的关键值所在 此前这个小眼睛把原无法案压在地板上 千方百计拖延议员们就此法案进行投票的事件 皮尤研究中心2024年最新一次民调显示 约74%的美国人认为 乌克兰胜利对美国很重要 约43%的美国人认为非常重要 法案一旦通过了 美国的援助很快就能如开闸的洪水一般释放出来 有评论人士指出 目前乌克兰最缺的是三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是炮弹 第二样东西是防空导弹系统 尤其是爱国的导弹 三个月 乌军在13天内记录了13架俄军战斗机和红战机 但进入三月份以来很少听到这样的消息 原因是乌克兰没有足够的爱国者防空系统 只能将前线的防空系统调回后方 保护城市免遭俄军导弹的袭击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面临俄罗斯超大规模的导弹袭击 乌克兰的爱国者导弹已经不够用了 乌克兰的外交部长库列巴都急了 他甚至直接爆出了粗口了 说快把该死的爱国者导弹给我们 第三样东西是坦克级装甲车 拜登对乌克兰进行援助有点太口门了 去年10月份共和党切断了对乌军原始 乌克兰总共只有30辆埃布拉姆斯坦克 和大约200辆布莱德利战车 其中有4辆坦克被俄军摧毁 另有一部分受死 其余的也需要保养维护 而美军的仓库里 有数千辆埃布拉姆斯和布莱德利 闲置着准备报飞 美国只需要投入10亿美元 从这些坦克和步兵战车里 挑出若干并完成维护 就可以满足乌克兰的需求 希望这一次美国众议长 能够及时的向众议院提交援武法案 并获得通过 当然 我毫不怀疑 时间无限期的打下去 乌克兰最终会赢得胜利 但那会儿付出太多的痛苦了 如果美国能迅速的大量的补给乌克兰 迅速壮大乌克兰的实力 让乌克兰能够来一场横扫千军 如卷席的反攻 打败俄罗斯 那该是一件多么爽的事 天若有情天一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即使不能够在短时间内 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 也请不要切断对乌克兰的援助 那样的话会让乌克兰陷入极其艰难的抗战当中 我相信只要美国那边通过援武法案 乌克兰那干涸的土地将会立刻得到 军援之水的滋润与灌溉 那乌克兰的抗战土壤里面 会开出最美丽的花来 黎明之前的夜是最黑暗的 乌克兰正在穿越黑暗走向黎明 不知不觉天就亮了 一位诗人说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有是远方 但同样的远方 不同的人却有不同的过法 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 我没有是远方 只有眼前的苟且 曾经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 现在却混成了 别人眼中的自媒体乞丐 为了能在这个城市中 生活下去 我几乎放弃了一切的休息时间 在别人休息的时候 我在想着视频的内容 在别人聊天的时候 我在想着俄乌战场的消息 生活中压之下 似乎发视频成了我唯一的一个假压口 在我的字典里 没有休息日 没有节假日 所有的目标 都是为了活着 拼了命的 用尽全力活着 现在 我的频道 因为发布敏感信息 经常被黄标 流量也被限制 收入锐减 连虎口都成了问题 在这里 恳请宽佑的朋友 能及我一些打赏 国内的朋友 可以扫 拼到主页的二维码 进行打赏 有人说我活得很累 是啊 就是活得很累 但怎么办呢 有时感觉活得像个蝼蚁 但我也很赞同一句话 生如蝼蚁 当存鸿骨之质 命如纸薄 应有不屈之心 若没有躺赢的命 那就站起来奔跑吧 不屈之心